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是不是四个年度的比较 通常我们比较 你觉得会放 例如说假设你有十年的资料 这边是不是就呈现十年 对不对 所以通常我们只会 让老板来比两个年度 或者是让老板自由选搭 为什么 例如说好了 他有时候他会想要看一看 像那个癌症的预防保健 像乳癌 它是两年文艺期 他就想看2016年跟2014年 这样算是同期 今天我在讲什么吗 甚至他希望铺而在一起 20152016文艺期 然后跟例如说 2014跟2015文艺期 他来看这两期 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 因为乳癌 它是预防保健 它是两年补助一次 的一个筛检的情形 所以说看你的老板 他想怎么看 就应该把这个权给老板 可以听得到我在讲什么吗 好 所以我们下来看看 首先先教各位一个方法 你可以不做 因为这种方法是我最不推荐的 好 第一 请看一下我的这个地方 这边栏目标准 下面是不是有筛选 例如说好了 我可不可以把2013年2014年资料筛选掉 筛选掉之后 我没有删掉 可是筛选掉之后 我就没有资料了 我的视觉化 报表里面就没有了 听懂 这里面是有资料的 这里面是有资料的 还有 这边就算我把资料删掉 我也不会动 原始的资料 这点是要请各位知道的 我们做视觉化 报表的人 他无权去修改 来源资料 例如说好了 我改那个内政部人口 106年年底的人口统计数的意义是什么 没有意义 对吧 这样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事情 我也不应该去修改 因为那是内政部 他们应该给我的数据 而不是我去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不能够去变更修改 任何不是我的数据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假如说 假如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筛选 筛选又分好多种 这边有看到 视觉效果成级 就是这一张 这一张是不是叫视觉效果 在这边 对不对 在这一张里面 是由这边来控制 请问下面是不是有一个页面成级 页面成级是什么 页面成级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叫第一页 有看到吗 如果这里面我有三张图 五张图像这个 这个连续性分析 如果我把那个筛选 筛选 我把它做在那个页面成级 那是这三张会一起受到控制 这叫页面成级 可以哦 好 接下来还有一种成级是什么呢 还有报表成级 什么叫报表 什么叫报表 报表知道吗 这个底下控制的 这个底下 这叫什么报告 简单说就是档案 整个档案 可以吗 这样我想你大概就会知道 什么时候用筛选 但是这种方式是我不推的 好 我先做给你们看 首先 我是不是为了要达到 就是说让2015 2016 呈现 另外两年我要消失掉 所以我就把订单日期 放到什么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视觉效果 层级筛选 我就选这个订单日期的年 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然后进阶筛选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边我只能设定大于或者是大于或等于 我只能设这两种 因为它是把符合条件的留下来 因为我现在我只要2015跟2016 所以我是不是要设 例如说大于2014 可以吗 然后点选套用筛选 请问是不是就变成两条件了 可以吗 可以哦 我可不可以问你们问一下 虽然我会被你们凭借 但是老师可不可以跟学生有更多的互动 可以哦 谢谢刚刚谁说可以的 不是不承认 不要这样子讲 就开始害羞了 好 我的意思是说 这位学长 蓝学长 如果是你报告的话 你会怎么报告 因为刚刚那四章 你会根本就乱七八糟 你也不知道怎么报告 请问你现在两条线了 你会怎么报告 然后呢 结论是什么 有几个结论 你会报告什么 最先会报告什么 差距 2015年是什么颜色 是黄色 2015是黄色 差距 所以你会先报11月吧 因为11月掉下来了 同期比较只有11月掉下来 这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样可以了解 这样会报告 然后你不能报告到这边就结束 你后面你还要再顾 11月份向各客户的比较分析 还有各产品类型分析 各纸产品分析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然后原来是这样子 好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资料不好 不推荐的原因是因为 你就没有了 例如说老板这时候想要比2014跟2016 你在这边就势必要再做调整 但你不能调整了 因为通常我们去做资料的输出的时候 让它在手机上面观看 它是没办法去看到这些内容的控制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边是看不到的 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这个工具 直接做给它 直接做 直接做 各年度 它要点哪几个年 它就自己点 直接用这个工具做给它 会比较好 可以吗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一种 请你一定要学会 我现在教的这种方式 用勾选 让老板直接勾选 让他使用大数据分析的联动 好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刚刚做的那个筛选先关掉 刚刚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筛选 筛选 大于2014把它给清除掉 我先清除 好 然后我这边留一点点空间 我这边留一点点空间 因为我要放第二张图表 第二张 第二张 交叉分析筛选器 所以第一件事 请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空白地方会点 等于说我要在这边画图 点这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 交叉分析筛选器 它就直接画到这里面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呢 点 勾选这个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你有没有发现它现在变成是这样 这个样子 它变成是一个连续性的 可是我建议各位 最好不要 让 让它出现是这种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手机在滑动的操作 这种试图 是非常缓慢的 因为当你每滑动一点点 这张图就要重新计算 耗用你的手机的支援 可以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建议各位 不要做这种连续性的设定 最好是把它变成四个核许方块 对吧 因为老板也不可能需要计算到 例如说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 这边是日期 它可以用输入的方式 问题是每滑动一次 这边重算 耗用手机的资源 这是不好的 好 所以我要调整一下 让它不要变成连续性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更多 这个点点点 有看到点点点吗 然后请点这个显示资料 显示资料 显示资料 有看到显示资料吗 然后请点这个 这边 这边有一个往下的三角形 请选到这变成什么 清单 就是它本来资料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 现在我要把它设定为清单 清单 可以哦 这清单请稍微改一下 我不要按照日期 我要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这样懂吗 日期阶层 因为刚刚那个日期的话就变成2013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现在我只变成日期阶层 这个年变成日期阶层 这个 它就变成四个清单了 可以哦 好 请返回报表吧 返回报表 好 这个字太小了 要我们把它格式设一下 格式 格式 请勾选格式 请把这个项目 这是项目吗 项目 把它设成大一点的字 可以吗 设大一点 方便老板看到说 你可以在这边勾选 项目 我现在是不是设了很大 好 其中 其中这边有一个叫做选取控制项 我想特别跟你们强调一下 我们的手机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主管现在可能会配置那个平板 平板 然后那个平板上面的操作 几乎就点一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建议把那个选取控制项 去做调整 首先要不要有全选 要 所以请把全选打开 所以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全选 这个 选选一定要 还有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单一选取 请关掉 单一选取 关掉是什么意思呢 单一选取 关掉意思就是说 它本来是开启的 它就变成 反正它选取 它就点一下 再点一下 它现在的操作就会变成就是说 你要2016就点2016 你要2014就是2014 可是再点一下2014就是把2014关掉 本来不是 本来这边开启的东西就是你点一下 那你再点一下是没有反应的 所以请把那个单一选取关掉 你看现在 我是不是可以勾全选 勾全选四条线都出现 可是如果我现在 我再点一次全选 四条线都关掉 好 你看当我点了2016 它是不是只有出现2016 再点一下2015 是不是出现2016跟2015 可是我关掉2015 再勾选2014 是不是就直接出现2014跟2016 反正就是用点一下的方式 这样子回归到最基本的操作 你的主管它只要在这边 很轻松的点选 是不是蛮方便的 所以请把那个选择观看资料的权限 回还给主管 是用交叉分析筛选器 不是用筛选 交叉分析筛选器也是一种筛选的机制 可以吗 可以哦 继续了 同期比较介绍完毕 好 期望未来 未来的主管真的都可以看到 各期的那个同期比较